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湛总早 湛总早 早 湛团姐 湛总好像找你有话说 van特州 湛总 湛总 昨天我给你的客户资料进展得如何 部分客户的状况还需要再跟进落实 为什么呢 客户那里反应的需求 跟湛总给我的资料有蛮大的落差 所以说你是在质疑我的分析能力 还是说 你希望可以从客户那儿听到实话 都不是 我觉得 江总自然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 就应该可以相信 我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很好啊 有你这么一个懂得思辨的下属啊 我很满意 不过我希望你在未来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上 不要只看表面 要更全面 更深入地去分析问题 辛苦 走 粗姐 你刚才是在怼湛总吗 我有啊 我就是认识而已啊 那那刚才湛总说那个 深入的全面了解 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不知道 上班吧 为什么骗我 我骗你什么呢 为什么想带转了客户 生意归生意 不存在交流 那你为什么偏偏叫我做 你在报复朱霖露吗 温特朱 我希望你可以公司分明一点 我在潜雨下达的每一个指令 都是出于商业目的 我把这几个客户交给你 你是不是很快就搞定了 这证明我的决策 是没有错误的 我只是在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好啊 那你去做你公平竞争 但我不玩了 我不参与了可以了吗 你是不想干了吗 我只是在对于你给我的工作 提出质疑而已 那我想问你 如果今天我们抢的客户 不是代中的 是其他的客户 你还觉得我下达的指令 有问题吗 商场上从来都是有竞争的 代中的客户这个肥肉 即使我不拿 其他公司也一样会拿 你知道一个道理吗 一切能整俱伤 这是七年前你教会我 温哥 那个时候无论我怎么哄你 求你 你都不敢说出 要跟我分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上了朱利路的时候 你问我 你问我 温哥 你知道吗 我特别应该要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存在 你的之前所有的一切决定 就不会造就今天的战断心 这些年里我无数次地告诉我自己 我占男人一定会成为 一个强者 当年的事情 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你是这样想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 当年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 都过这么多年了 你一问再问有意思吗 年轻时候的感情谁不都这样 喜欢人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什么意思 我自认为已经无法宣任现在你的工作了 按照规定如果你想辞职的话 需要两个月以前提交辞职报告 在我同意了以后 你才可以离开监局 但是现在你还是情侣的缘故 你可以出去工作了 这样做有意思吗 我不是一个提线木偶 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那样都不行的话 我辞职总可以了吧 让我走 我问你 vowels 你把我这儿当什么呢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和朱林路纠缠不见 给我搞曖昧 你现在玩不过啦 转身就想走是吗 我说过了 我跟你的关系 不过就是上司和下属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爱卑 再说了 你跟一心那么甜蜜 外界一直看好不是吗 至于我要跟谁暧昧 我想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一旦睡了 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这又是怎么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 赞总之间应该有些误会 那该有什么误会呢 其实 我本来的身份就有点尴尬 所以 那好吧 你们俩人的事情 也只能你们俩人自己解决 小赖 麻烦你 你俩人的事情 你俩人的事情 你俩人以为我 我不认识 你俩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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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你俩人还没法 你俩人的事 我俩人的事 你俩人的事 你俩人的事 湛总 对了 今天高总刚才来过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今天温特祝他没